到了這個臨床三期的這個臨床實驗都做完了 這種狀況之下 國衛院推出Podcast 院內專家親自現身 把學術知識變成平易近人的訊息 Podcast的頻道你不只可以聽到 非常深入潛出民眾會關心的問題 還可以從很深入的科學的角度 來了解其中的一些 更仔細的一些原理 學術界我們國衛院是第一個有這個Podcast 差不多一個半月以前成立 我們很快時間收集了七個主要的不同的議題 二十三個題目 目前已經錄製了好幾個訪問 副院長跟我還矚密 近期推出專輯COVID-19疫苗大小事 用簡單接地氣的說法 解答病毒變異和疫苗保護力相關問題 在接種的時候 萬一有發生任何的一個風吹草動 就會影響到我們對於施打疫苗的信心 明天有時候只有看到事件的表象 我不知道就是說事件上的一個本身的內涵 透過新興媒體平台的影響力 讓一般民眾得到正確知識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今天國衛院的Podcast 面對假訊息時能破除迷思 具備自己的判斷力 大家新聞 張泰玲檢員及台北報導